最近台湾人在疯吃港式点心啊 尤其香港米其林一星餐厅的进驻呢 更是掀起了港式饮茶大战 连五星级饭店都杀红叶 喊出一道88块钱来抢客 师傅用力拍打 捏出五公分大脚的牛肉球 还有这个包进鲜虾笋子内馅的虾脚 统统放进蒸笼里 没几分钟三两下 港式点心就能上桌 看看满桌菜色 像是虾酱鱿鱼凤爪还是排骨 排骨牛肉丸都是道地港式点心 现在这些在五星级饭店 花个88元就能吃到 我觉得应该可以三四盘应该都可以吧 一般当然市场相信以99元为主 但是我们88元主要也是一个吉利的象征 没看错 港点师傅出身的阿基师 也在饭店内推出70到80道的港式点心 从流沙包到蔬菜饺 还是港点虾饺 和台湾人爱吃的切黄烧卖 这里也喊出小份餐点 统统88元 高贵又不贵 有什么大家都在发起家 我们说真正我也做得挨挨挨挨挨 老家要抓我的成本 我就要做品质给人家 我要怎样 五星级饭店喊出88块 除了促销噱头也象征发发 硬是比过去的99元98元还要低 更受到近期港式点心旋风席台 港式点心在台湾开战 价格厮杀 像是近期开幕的天好运 每到价格98元起跳 而金星每到65元起就能吃到 另外唐朝90元也能吃到港式点心 港式菜品价格都在百元以下游找 平均消费者回龙率3到5成 五星级饭店这回要在港式点心上 用价格债也想要业绩发发 记得刘洋沃沈台北 签默导 感谢收看五星新闻 我是邹剑林 明天见 拜拜